Hello 大家好,我是Winbob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待一枕 但是今天很不一樣 因為吸力有不衰減的待枕 終於可以拖地啦 那濕拖真的是很多人敲碗非常久的功能 而且它不只是單純的拖地 它內建雙水箱還可以洗地 讓你乾濕兩用 地板再也不會黏DT 那整個功能真的是大升級 超級全能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來,我們先從外箱開始看 Dyson這次的型號是 Dyson V12S Detectlin Submarine 中文名稱叫做 乾濕全能洗地吸塵器 它在銷量最好的輕量化機種 V12升級 它附加了全新的洗地功能 配件如下 包含V12 Detectlin主機 以及三顆清潔吸頭 這次的主角 Submarine洗地滾筒吸頭 以及地板專用的智慧光學偵測吸頭 以及無殘截錐型吸頭 其他還有無痕軟毛成刷 斜角縫隙吸頭 伸縮軟管 二合一組合吸頭 低促清潔轉接頭 好,我們直接來看這顆 全新的Submarine洗地滾筒吸頭 它的外型一看就是 Dyson的時尚科技風 造型非常簡潔俐落 它有清水箱在這邊 以及污水槽 那你要裝水的時候就從這個地方抽出來 那這邊可以打開裝水 它的容量是300毫升 從這個地方裝水進去 那一般居家清潔 可以連續清潔大概33坪的空間 那以台灣的家庭來說是剛剛好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問 這一次Dyson可以吸水了嗎 沒有 馬達的部分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不能碰到水 所以Dyson的工程師 針對這顆吸頭的做法 是在上面的氣道 是完全封閉的 水吸進來之後 它完全不會進入到主機馬達 因為它的氣道是封閉的 那馬達它是直接坐在吸頭上面 當我裝上去打開電源之後 主機在這個地方 會有8個出水口 開始浸潤溶布刷頭 它會用每分鐘900轉的速度 開始刷洗地板 那就像傳統Dyson的溶布滾筒一樣 但是不一樣之處是 它的滾筒後面會有一個鋼製刮條 每滾一圈都會把髒污刮走 並且留在污水槽 再補乾淨的水繼續刷地 好 讓我示範給你看 那這邊是一般家庭常見的 番茄醬 醬油什麼的 你只要把它撸過去 再撸回來 來回一次就會乾乾淨淨 真的 就是這樣一次來回就很乾淨 那我反覆測試了很多次 真的都是這樣子 一次來回就乾淨了 就像傳統拖地一樣 那像是浴室洗完澡 滿地的水質 你也可以用它來吸 嚴格來說 它並不是透過吸力去吸 因為這邊氣道是封閉的 水不會進來 所以它是透過溶布滾筒去吸水 再把水掛到污水箱裡面 然後還可以順便幫你洗地 再怎麼樣都會比傳統拖把來得快 那當你整個清潔完家裡之後 你要清潔它也非常簡單 它的結構很單純 就是污水槽 滾筒刷 清水箱 整個都可以拿去用水沖洗 連在這邊的馬達 它的馬達在這邊 也可以稍微用水沖洗 沒有問題 只要連接口這個地方 保持乾燥就好 洗完之後把它放著晾乾 避免發臭 再來我們講到 它跟一般的拖地機器人 附廠配件有什麼不同 那一般的拖地機器人 他們的構造是透過兩片布去轉動 然後再加上電動供水 可是傳統的拖布機器人 比較像是用抹布擦地 同一塊布不斷沾濕 然後反覆擦 所以最後你還是得手動去洗那塊布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那種 自動洗脫布的主機 但是機器人跑一次的時間 其實蠻久的 像家裡有寵物的 那種突然拉死尿的 零食要清 等機器人要跑過來就要很久 那Dyson洗地滾筒的效果 就完全不一樣 它是不斷的補清水再刮髒水 然後一分鐘會轉900圈 每一圈都是乾淨的絨布 再幫你刷地 是洗地機的等級 而且相較於市面上的洗地機來說 Dyson V12的重量比較輕 體積也很小 而且它的聲音很安靜 不會像一般的洗地機那樣 噪音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機多用 你平常用這個洗地 那你要吸地板的時候 換個吸頭就可以吸地板 或者是吸成滿 那它在工作的時候 角度也很靈活 連這麼低的角度 它也可以深入清潔 所以Dyson V12S 它就很適合突發性的 小面積深度清潔 好 我們再回頭過來看 Dyson V12S的主機 那這一支主機 它主打的是輕量化設計 它整個重量只有1.5公斤 那它上面有這個一鍵式的開關 壓一下就好 不用像以前那樣一直壓著板機 它的吸力最高是140AW 電池續讓力最高是60分鐘 那它也可以更換電池 我個人其實最喜歡的就是 這一顆硬地板專用的 智慧光學偵測吸頭 它的光源透過全新設計的光學鏡片 離地7.3公里向下照射 它就可以照亮前方30公分的距離 所以你再打掃起來就會特別有成就感 那我們來實驗一下 這邊我來灑一些粉末 在一般情況下 你根本看不出來這邊有一些灰塵 可是當我把Dyson V12S打開之後 所有的灰塵就全部線型 看得一清二楚 那你把它撸過去再撸回來 你就會馬上知道這邊是掃乾淨 而且它前方也內建這個壓電式升血感應器 當你在吸的過程中 它會每秒監測15000次 在面板上也會看到 目前吸了多少微生顆粒 並且自動調整吸力 那碰到比較髒的地方 它就會自動吸力轉強 那打掃起來就會更省力 也會更省電 這一組無殘劫錐型吸頭 則是專門用來對付床墊塵蠻 就是用來吸床的 那它這一次全新的錐型設計 可以有效避免頭髮纏繞在吸頭上 我自己這樣在吸 它從來沒有把頭髮纏繞在上面過 我真的是滿神奇 V12S它真的很輕 瘦小女生也可以輕鬆舉起來打掃高處 那我自己最常用的 其實是這一顆二合一的組合吸頭 那前方有毛刷 那用來做電腦清潔啦 吸冷器啦 或是吊燈都很方便 那你手舉起來就可以刷 因為它真的很輕 所以你手舉起來就可以邊刷邊吸 配件裡面還有這顆無痕軟毛層刷 你這樣轉一下 前端會有這個細緻的軟毛 它可以用來清潔一些比較怕刮傷的產品 比如說汽車內裝啦 電腦螢幕啊 電視螢幕 這些比較怕刮傷的地方 你可以一邊刷一邊吸 那另外像是這個斜角縫隙系統 你這樣轉一下 就可以深入家具的縫隙 那在冰箱邊邊家具的縫隙 就會很好用 好 這一次Dyson V12S 全新的洗地吸生器就介紹到這邊 它是集結清洗地板 灰塵偵測 無殘結於一體 讓打掃的乾淨程度在進階 真的很方便 那說到這邊一定會有人會想問 那這一顆全新的Suburine洗地滾筒吸頭 可以裝在其他的型號用嗎 答案是不行 即使同樣是V12 那也是裝的上去但是不能用 因為這個洗地滾筒 它本身是關閉氣道 如果你把它裝在其他的機種 它會認為吸頭阻塞而不能運作 它或許可以透過軟體的更新 但是Dyson吸能器本身不能連APP 那這部分要看原廠的計畫 再來是這顆洗地滾筒 它吸頭有單賣嗎 那目前原廠是說有計畫 那售價大概是1萬出頭 具體的內容我還不知道 那這顆洗地滾筒 可以添加清潔液嗎 那原廠它是建議我們使用清水 因為清潔液使用久了 它會造成出水口阻塞 裡面有8個出水口 那最後講到收納的部分 那目前Dyson原廠還沒有比較萬用的收納架 我自己也是去買副廠的收納架來裝 那以Dyson的號召力 應該很快就會有相容的副廠配件 那至於這顆洗地的吸頭 它可以用Dyson原廠的這個收納盒 這樣直接把它裝著 好 以上是今天的開箱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